我也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他们两个也都是为了孩子好 这两个妈呀还挺像的 战斗力都那么强 有那么好面子 我看只有把小组长 选出那一刻起啊 这家里生活才能平一层 没想到你这么乐观啊 你打算把票投给谁啊 我想齐全 但是我不敢 我也是 我也是 投票结果出来了 股长 以示住后 今天选举来 虽然有两票弃权 但是 我是以二比一 绝对的优势获胜 老王 你对我这个新任的组长 有什么话想说呢 妈妈妈 别这样 没啥 没啥 我知道我的烈士 但是我今天非常欣慰 因为左左那票弃权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对你 瞧瞧瞧 他对你也是有看法的 他对你也是有看法的 对不对 瞧瞧没有选 不是 那个 瞧瞧这一票非常关键 咱们这样 最后一次机会 看瞧瞧选谁 瞧瞧愿意跟谁 那谁就让小组这儿 我心不得了 妈 你差不多行了啊 干什么呀 瞧瞧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呀 对不对 孩子必须得要有精力 在大风大浪中 往前走 必须要经历了一些东西 他才能够着上成长 瞧瞧 我们就这样 看瞧瞧跟谁 来 瞧瞧选 来 瞧瞧 到姥姥再来 姥姥给你买 邦邦堂 贵罗 瞧瞧 当奶奶看了 奶奶有好多 五彩缤纷的邦邦堂 快来 你们看看 瞧瞧 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妈妈 说明什么呢 她投了左左一票 左左这票就是我们赵家的 赵家的这票就是我的 二比二 江家获胜 左左 我想 我想跟你说点事 要不咱们去小区里走走吧 王培下 今天的事情你不要得意 你这不是组长吗 你管我了 你 今天瞧瞧选了姜小瑜 是个意外 以后瞧瞧想跟随碎 那个才是关键 你真是不服气 你不相信 明天再选一次嘛 结果肯定不思江小瑜 我发现你特喜欢折腾孩子 对吧 你怕了 不怕个什么呀 我怕 你说我怕什么 我这个人 不怕人家 行行行行行 明天 让瞧瞧再选一次 瞧瞧选跟谁 那就跟谁 行吗 一言为定哦 你别耍赖就行 谁耍赖 谁是小狗 好 那个 乔乔过来抱我 你不能说那么诚 他肯定还是爱你多一些 你别多想 我能不多想吗 他选择了抱你 就说明你平时啊 肯定做得比我好 我这还得努力 也不是的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 我看俩妈吵得太厉害了 我怕吓成孩子了 我就拿了个熊玩具 然后 她看到了玩具 才过来抱我 你还拿了玩具 我说乔乔怎么去抱你呢 你这种情况下次不允许 你说 觉得最近俩妈跟孩子争宠 争得厉害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吗 他们俩吵了这么多年 要让他们不吵 他们都难受 是 不过乔乔现在 一天天地长大了 老在乔乔面前 吵架也不好 咱们找个机会 跟他们说一下吧 有道理 聊了 回去吧 妈 妈 孩子 姥姥 姥爷 咱们呢 利用 乔乔的午睡时间 开个小的家庭会议 主要就是说一下这个 这个小组长的事情 我和左左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个事情就 到此为止吧 这事儿呢 已经成了你们的心病了 你们争着 溺爱孩子 这样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不利 我和左左觉得吧 就是不能因为大人的执念 给孩子增添这么多的压力 但是以后呢 如果非要选一个 作为工作的领头人 我跟左左决定 这个职务就由 爸来担任吧 希望你以后工作 能公平公正 一碗水端平 为了孩子健康成长 少少的个人牺牲 还是要有的 大家心都是好的嘛 都是为了孩子 是吧 是吧 那 没什么事就这么着了 那 行啊 那我们散会吧 好